娱乐圈众所周知是一个非常凹筋的行列了 随随便便出演一个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就能获得天价的报酬 而且人气高的明星就一个小小的广告就能赚上很多钱 如果是大品牌的广告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娱乐圈中那些明星行李究竟哪一对最有钱呢 那么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第五名张杰和谢娜说到张杰谢娜夫妇 想必朋友们都已经很熟悉了 走到哪都要撒狗粮的模范夫妻 有了双胞胎女儿后夫妻俩更是满面红光 而谢娜身为芒果台一姐张杰是千余一哥 曾经还有人爆出两个人在上海的房子 简直差不多将近一个亿 简直让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情 大家觉得能买到这样的房子 赚的钱还会少吗 第四五名 黄晓明和Angela Baby 众所周知夫妻俩都是一线大明星 随随便便出演了几部戏 赚钱就能赚到手软 办一场婚礼好花至极 真的是有钱看得见 而且黄晓明还是投资人 投资了很多高端行业 比如红酒 高尔夫球场 每年的分红都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而他的妻子Angela Baby 一直在最红的综艺节目中做女嘉宾 可以说迄今能力也非常的强大了 夫妇两人都是妥妥的富翁富婆 第三名 昆灵和周杰伦 2015年1月周杰伦 在欧洲迎去昆灵 举行了周杰伦 梦寐以求的公主与王子一般的婚礼 实现了周总的一个公主 而自从周杰伦和昆灵结婚后 杰哥完全变成了宠妻狂魔 不仅频频地在老婆的咖啡馆露面 甚至连昆灵录制奔跑吧 都全程陪同 这恩爱的真是让人羡慕 二人能力都非常高 周杰伦可以说是歌界的一大传奇 而昆灵也是模特界的佼佼者 因此二人也非常有钱 第二名 范冰冰李晨 范冰冰李晨 也是娱乐圈种 让人羡慕的一对明星情侣啊 之前两个人有新作品的时候 都会发微博 相互宣传 有时候两人参加节目的时候 特别是跑男还会虐观众 范冰冰从一个配角到现在这个程度 范冰冰也付出了很多的艰辛 经历了很多的辛苦和磨难 范冰冰现在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没有哪一个明星是可以替代的 这些年的奋斗也让他赚得金波满满 而李晨参加跑男也赚了很多 第一名 梁朝伟和刘嘉宁 梁朝伟与刘嘉宁 在1988年就互生情愫 爱情长跑长达20年 直到2008年两人才正式结婚 虽然梁朝伟与刘嘉宁的爱情令无数人很羡慕 但是结婚近十年 他们一直没有孩子 这对于这对夫妻来说是个最大的遗憾 当时两个人都是香港最出名的明星 而且出道的时间也非常的早